你的皮膚好好啊 听说你最近谈恋爱了 好像田小姐对爱情 从来不会像媒体 刻意隐瞒的 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毕竟不是圈内人 所以不会刻意去公开 还是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 给我们一些私人空间 田小姐的二人世界 你们等的 你觉得男朋友 是被你哪一方面的魅力 所吸引的吗 显而易切 每个都 那反过来 你是被她哪一方面的魅力 所吸引的呢 长得帅 身材好 又有钱 差劲 一个手都数不过来了 田小姐这次说话的风格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我喜欢 说一件你们相处的趣事吧 我这个人吧 平时特别粗心 我们家那牙膏管 就被我挤得 挤得像一只 吃上的桃葫芦一样 然后她说了好多次 我都听不进去 有一次 她就当着我的面 把牙膏从底部 往上一次性挤了给干净 还问我 小植 这一次你记住吗 有强迫症的男人 你是不是真的没长脑子呀 说了多少次了 牙膏不要从中间挤 要从下面慢慢往上挤 能记住吗 那呀 为什么每次到挤的时候 就忘了 能记住吗 能记住吗 有强迫症的男人 我觉得你下了节目 可以马上接一个牙膏的代言访告了 他其实咱们接下来 我eto酒来 牙膏的 天静植 正在播你的访谈节目 你不看吗 天静植 正在播你的访谈节目 天静植 你不在吗 我进来了 正在休息里 你的笑情不可回应 冯冬冬不是说今晚没有夜戏吗 想过走下去 不敢不离毕生你 只要有你一起 我假装散不弃 这否乃有结局 到时继续 冲向云那天气 不去旁不敢听 哪怕是一号云里 宁愿是梦境 就这样不在心 运陪你等花开 运欠你的未来 再也不想让你乱猜 幸福还在不在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 已关机 早日 会给你放送 你 来来来去 做的 做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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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咖啡喝多了 心跳没有什么异常 不用担心 到底去哪儿了 好帅啊 大小哥 好帅啊 大小哥 你不要生气啊 是 舒黄了 多痛啊 红热 薛妖怪 嗯 大乔哥 幸亏你来了 否则我真不知道 怎么把田小姐弄回家去 我真不明白 你们为什么吵架呀 就算是田小姐哪里做得不对 你都五百多岁了 也该让她一下 小白 其实你很喜欢我吧 虽然有约定在先 但你完全可以不管我的 可你还这么担心我 保护我 所以你肯定非常非常喜欢我 怎么了 我好像 做了让你误会的事情 对不起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就是关于车祸 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原因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 我当时很犹豫 要不要救了你 你流了很多血 也正是这些血救了我 只要我反哺血液失酒 你和我之间也就有了感应 我知道的 我发生危险 你都会有感应的 没错 你一遇到危险 我就会有感应 这会提醒我 尽快来救你 也等于是救我自己 因为一旦你死了 我就会在一段时间里 再度陷入休眠 在此期间 如果我没有及时隐藏起来 或者被仇人找到 那么我将任人宰割 对不起 让你误会了 从一开始 我就应该说清楚的 所以 你都是为了保护你自己 其他的 都是我自作多情了 你都是为了保护你自己 生活久了 就没有心了吗 你不要过来 就这样吧 我认输了 希望你赶快找到你的仇人 然后离开我 不是毫无保留的爱情 我根本就不稀罕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我会对你死缠烂打 让我们回到过去 彼此原来的生活吧 彼此原来的生活 徐晓贵 徐晓贵 你怎么还没走啊 你说得对 你都活了五百多岁了 什么女人没见过 怎么会看得上我呢 我这个女神啊 坑门又没品 还喜欢说脏话 交了七八个男朋友 没有一个有结果的 不差你这一个 反正我天生运气差 你放心 走吧 躲到深山老林里 不要让别人找大牛 待上几十年 不对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几年 我就倒霉死了 你就可以彻底摆脱我了 别说胡话了 你在发声 徐晓官 现在的女人啊 就是这么没出息 不准男人强步回头 明明别人一点都不在乎 还是会难过 徐晓官 你怎么还没走啊 我都已经不需要你了 看乱脑也看够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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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